嗨大家好我是吳伟 最近真的是不太有時間來為各位開箱 所以 積了蠻多功課的 我今天就來為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一顆幹源的Megamix 精靈舞魔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盒子啊 其實有點像前陣子的那一顆356i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剛到貨我有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還蠻多人以為是356i到貨這樣 但其實沒有 它持續的在玩它的飢餓行銷 那我們就看吧 看它什麼時候356i可以正式的來批發給一般的小賣家 各位知道我是不會Megamix 說不會其實是因為我不想要被公視 所以我還在找時間自己摸索 那目前已經到最後一層 就不知道為什麼弄不出來 所以這一顆Megamix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在研究 喔 來看一下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來看到 哇 來來來來 特寫一下 這是水晶球耶 網路上已經有一些人在開箱這一顆 那我沒有認真去看它的內容 欸不錯耶 好看好看 這顆好看 我是覺得 比起以前的幹員的盒子比較薄一點 但是它做成那種圓形的 上面有一個幹的字樣看到沒有 幹的字樣 像一個那個水晶球吧 這麼說也是啊 我看等一下怎麼把它裝回去 來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點 那可能就是一個頂點頂在這個 這個橡膠上面 好然後用轉的轉進去 不太好蓋 好算了 等下再研究 好看方塊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 配件的怎麼樣 其實這邊 我覺得它應該會要印個logo在這裡 但沒有 看起來很素 感覺很飽耶 哇 來 好 Megamins的這個產品卡 一直都有人在問幹員這張卡要幹嘛 其實就跟我們小玩之前出貨的時候 會附一張那個 類似名片的東西是一樣的 基本上沒什麼作用 那當然你要拿來當作保護卡也可以 它可以 你憑這張卡可以補件嘛 但是你要致付運費 哦 幹員的Megamins的解法 說明 OK 好 堅持不看 希望可以自己把它轉出來 哦 兩份的 這個應該也是之前GES吧 只是因為 各位知道嘛 Megamins它是 12個中心嘛 所以它要有 兩份的 兩份的那個 彈簧 一樣是三個顏色三種彈力這樣子 OK 好 好好 不錯 好看 嗯 是好看啦 但是材質差了一點 材質是迷隆布的感覺 不是之前的那個隆布 是迷隆布 嗯哼 好 沒什麼不好 喜歡的人自然會拿來用 不對 喜歡的人應該會捨不得用 像我們這個就隨便拿來裝東西了 好 下面這個盒子下面已經開了 TECO啊 平均 一般般啦 好來 方塊本身 哦 哦 有磁力的 對對對 想起來 他是有磁力的 然後這個磁力應該是不能換固定的固定 不過可以換彈力 你可以用不同的彈力來調整你的手感這樣子 然後來看一下表面的 細節 他的腳塊都有凹下去 都有凹下去 當然就是會讓你更好撥 這個設計其實之前做過了 但是他做的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那個凹進去的幅度稍微緩一點 整顆超級輕的 來 量一下重量就知道了 大小我覺得可能不用量 因為他就是一般的那種 常見的大小 重量是115克 115克 115克代表什麼 如果 要來做比較的話 那個 我記得那個星無魔 Galaxy 星無魔二代是130幾克 那 他沒有磁力 這一顆 他內建改尺 很輕耶 改尺還這麼輕 115克 所以他比他輕了足足20公克 超級輕的 我這樣拿起來的感覺 會覺得跟拿一顆三階差不多 雖然說他 實際中那還是115克 不過感覺他的外層都 因為轉起來就是很 很輕很很輕很輕 輕到像是有點像魅龍那種感覺 就是外殼超級輕薄的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有磁力 所以他吸住 我感覺磁力蠻強的 而且 他在轉的時候 然後這個其實 這個動作 會讓我覺得很像什麼 你知道 很像那個 而且會磁力在轉的時候 他離開他定位點的時候 馬上會遇到一個阻力 所以 他不是只有這個點C之外 他應該再過來點 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小小的阻力在 所以 你在轉的時候 會覺得他的震動很多 很大 如果說 你單看這個震動感的話 嗯 沒有到很好 說實在的 沒有到很好 好來看一下容錯 哦 好這個就厲害了 容錯超級大 來 這邊應該可以看特寫 看到沒有 已經超過 這邊超過60度了吧 看可以 還是可以拉回來 但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需要用到這麼大的容錯 你容錯看一下 哦 好厲害 非常順 好這邊過不來 這樣子 在他 在他 在他內容錯範圍的時候 看這邊有沒有 他可以很輕易的過來 很輕鬆 好 所以 第一印象 我覺得他的 正力容錯表現非常好 雖然說 他在 轉的時候 會因為磁力的關係 感覺 震動很多 就我不知道這樣子 實際在轉 對那個速解有沒有什麼影響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這邊 我也不能 為各位講太多東西 因為 我在舞模這邊的 造詣 實在是非常的入門 好來 看一下結構好了 來他的角塊跟邊塊 裡面都有六角紋路 而且是做在非常 非常神奇的地方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跟這裡都有六角紋路 哇 哦這個磁力真的是頗強 裡面 嗯 他軸心其實也是蓋你的那一種 那一種風格 就是 小小的一顆在裡面 然後長長的那個 那個螺絲 伸出來這樣子 不過 他的防爆做的不好 誒好我裝錯了 誒很容易拆 如果你要把你的容錯做得很好的話 不管是正容錯還是內容錯 你要做得這麼好 其實你防爆應該要 就是等比例的要做得更好 不然你容錯一大 那你就很有可能會因為 那個防爆不夠好 然後就噴快了 剛剛是兩邊拉開而已 就卡住了 然後就就就噴快了 不過其實實際拿起來感覺 質感還是很好 因為他表面都是有點 細細的霧面這樣 做得很漂亮 就是模具的工藝水準要求的很好 因為 模起來幾乎沒有任何毛邊 而且也很密合 如果說啦 以我自己的想法 雖然我不玩Mega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這樣子的 磁力稍微再弱一點 會好很多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磁力真的太強 很像 當初我剛開箱那個 GTS3M 我以為GTS3M一樣 就是 第一印象就是 所有的感覺都 被那個 磁力給蓋過去了 有點可惜啊 好以上就是這顆 精靈舞魔 那至於為什麼叫精靈 好像是因為他在 論壇裡面 發那個 命名帖 然後請大家去幫忙命 就來了一個精靈 這樣子 因為 說實在的精靈舞魔 這個名字 跟 幹女以往的那個命名規則 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吧 反正他喜歡就好 你看他是老闆 哈哈哈 我自己做一顆Mega 未來一個惡魔舞魔盒 嗯 希望真的有機會做 OK 以上就是這顆精靈舞魔 簡單啊 超級簡單的 開箱 希望這樣子可以給 還在考慮的玩家一個 小小的建議 跟方向好不好 有任何你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哦 那 我還要繼續來開箱別的方塊了 OK 就先這樣囉 拜拜 拜拜 好 我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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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